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开会总是开得没结果吗? 五个提升开会效率的会议秘诀 今天要来聊关于说开会这件事情 身为上班族,只要你出了社会 无论你喜欢与否,你终究是得要面临开会这一档事情 流程可能是日会啊,周会啊,月会啊 有时候还要开什么年会啊,或是什么季会啊 就是永远有开不完的会 总是哀怨就是开会好浪费时间 好浪费生命,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的会议变得比较有效率,更有成效呢? 今天好好聊聊这个开会的秘诀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位于松江南京站的咖啡厅 叫做时差jet lag 就是那个你知道坐飞机啊 不同时区的那个时差两个字 那这间就是整个外观有点文青风的咖啡厅呢 它是位于松江南京站 虽然说它在松江南京站 但是还是要小走路的十分钟哦 它不是真的在捷运站出口 而是要稍微走一小段路 那它地处是在那个住宅区旁边 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就会觉得相对的很惬意 就是坐在那边看那个路人步调都特别慢 因为它不是那种商业区 旁边就是真的是住户 就可能小孩子啊或是遛狗啊什么这些的 但它整个店内就是很大片的落地窗 它两边它算是在就是一个转角处 所以它两面都是整片的落地窗 你可以看得到外面的风光 它外面对面也是个公园 所以整个街景是很惬意的 那里面的装潢就是走一种工业风 布置也是很简单 就是有些木桌啊木椅啊 然后布面的沙发 而且它每个桌椅 就是你坐到每个位置上面去 你会发现说位置跟位置之间隔得蛮远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哦我这一桌在讲的话 不用担心另一桌人听得到 所以它的位置设计是真的让人家没有压力 如果你是有那种社交恐惧症的话 你到这间店你不会主流压力 因为它的位置离得蛮远的 是一个就真的你可以带一本书 或者跟你朋友去那边 好好的坐下来聊天 你也不会觉得说啊 像旁边的人都听得到我讲的内容 就可以蛮放松的 那店内的主打商品是贝果系列的青石 它的贝果我只能说卖相极佳 上面的奶油呢是用那个大理石的纹路 即便我已经吃了这个贝果 但是我还是无法确切知道说 这个贝果白色的部分可能就是大家熟知的奶油起司 到底黑色的部分是什么呢 I don't know 就是你看它那个照片拍出来 就是去看其实你应该的IG我有放出照片 就是那个贝果就闪闪发光 然后有黑色跟白色 我真的不知道黑色到底是什么 你要说它是巧克力也不是 因为我吃我真的吃不出来 就是一个谜 那它除了贝果上面要帮你抹好 那个大理石的奶油起司贝果之外呢 它旁边还会附赠那个蜂蜜 所以你可以用蜂蜜去调味 吃起来口感蛮有层次的 而且它的贝果的面体是那种有嚼劲的 就是我很讨厌贝果是那种很干 或像纸一样的东西 他们家的贝果是你咬 你可以咬蛮久 然后你可以吃得到那个面体的香气 那饮料的部分是手工就是调制的废话 不然呢 就是饮料的部分呢 我觉得加分的部分是它的份量非常足 这种饮料店我真的很讨厌这种咖啡厅 给那种超小贝饮料 就是说两口就shut掉了 就觉得说我花了一百多块 然后买一杯shut掉的饮料 他们家的饮品我觉得都给的蛮有诚意的 都蛮大瓶的 所以就觉得说 我坐在这边慢慢的喝 可以享受这个惬意的午后时空是美败 所以整体来说 它是一间我觉得 如果有经过松江南京 然后你不想要去挤什么星巴克 或是那种很热门的咖啡厅 你想要找一个地方是相对比较安静一点 相对比较惬意点 跟你朋友讲一些私密的事情啊 聊一些八卦什么之类的 这间店是个蛮不错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他们家的贝果系列的轻食也是美败家 而且卖相很好 就是拍照打卡上传 绝对会收到很多的赞哦 好啦那这间叫做 时差Jack Lay的咖啡厅 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会放到其实你应该的IG 限动24小时之后 放到特色咖啡厅 讲到这里 IG其实你应该 讲这么多次 还没有去按赞追踪 我只能说你耳根子很硬 赶快去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起来 在限动都会放很多有趣的事情哦 好啦回到今天的主题 开会总是开到天荒地老 而且没有结果嘛 五个提升开会效率的秘诀 第一点就是呢 限定开会时间 所谓的限定开会时间 不是说 哦我们就是 每个礼拜三的两点开会 不是这种限定 而是说 每次开会 你就告诉对方说 我现在只有五分钟 我只有十五分钟可以开会 才能够避免 每次开会是热热等 又臭又长 每个人就不停地 在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后在长篇大论 因为你没有限定说 我这一次会议要开多久 那大家想说 反正 你知道 薪水小偷 概念就是 诶我今天开会 我就不用工作哦 我就不用做正事哦 因为我就 名正言顺的理由说 啊我再开会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事 那这时候就可能 就大家 就是那甘瞪言 或是一个讲一个 一个讲一个 大家其实就是在 耗自己的 那上班时间 就讲明就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如果有限定 开会时间 像那种大老板 什么特斯拉那些人 他们都是很零碎的时间 用来开会 他们不会说 哦我们今天订个 礼拜三下午三点来开会 他们不会这样说 他们就说 我从A走到B 或是我从会议到会议之间 有个小小的五分钟的空档 这五分钟我可以跟你讨论 我可以跟你开会 但是我们五分钟 就要把这个会议给开完 这样子的做法呢 就会让你们的开会 非常的有效率 就不会说 哦什么事情都说了 什么事情都骂了 就是只是在发泄情绪 但最终根本就没有结论 你有没有发现那种 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会议 就是会流于说 就开始闲聊 大家开始闲聊完 就开始订 然后下午茶 订完下午茶 就开始讨论一些小事情 然后你都来都去 都来都去 最后面会 感觉时间快到了 因为快下班了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了 完全没有结论哦 完全没有实质的效益 那每一次开会呢 你可能原本定了这个主题 但开完会 就整个大走篇 大家还聊 本来在聊一间公司外的愿景 但后面聊聊聊 聊到说 哎我们尾牙要 要怎么游戏 或是做什么装扮 什么之类的 就完全会 你知道 大出轨 就是大走宗 这很有可能 所以呢 会后有可能就是 你原本要做的事情 哎 到下一次会议 又是一样 就是又拿出来讨论 然后又是 又大走宗 可能又是又没有 无关紧要的事情 又盖掉这个重点去了 那大家可能就想说 哎我们就是集思广益啊 我们就是一起协商啊 但是其实每次开会 就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作为 只是在无限的轮回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开会总是漏漏灯 而且没有结论的原因 所以第一点就是 设定好 我们这次开会就只有半个小时 我们这次开会可能就一个小时 所以大家就是谨慎发言啊 就是请事先先想好 你要发言的内容 这样才会有效率 现在第二关于说 开会总是开到天荒地老 没有结果 提升开会效率的秘诀呢 就是二 简化条例式的重点 你知道那些固定的公司会议啊 就有可能会默默养成 所谓的智识的SOP 就是大家就说 啊我们就一定要做报告啊 一定要做简报 做PPT什么之类的 但这些PPT就是你知道 就是研习以来 就是每一次只在改数字 改一些标题 改一些小内容 这些东西呢 到了会议上面去 大家就是你知道 跟僵尸一样 在念那些数字 念那个字 但实际上 它没有任何实际的成效 跟意义存在 它就是个流水帐 它就是为了做而做 为了开会而开会 那如果你想要提升 开会的成效的话呢 你就得要去认真的回顾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一次会 这次会的目的是什么 我做这份简报 是为了什么 是单纯就是哦 因为就是一直以来都在做这个简报 或是一直以来 我们就用这个简报再修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那如果没有这份简报 我们是不是开得了这份会呢 跟这个简报到底 对这个会议有什么样的帮助 不要去浪费时间做那些 为了做而做的事情 重点是开会是要解决问题 或是开会是要 重新损失一些流程 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才是值得你花时间去思考 跟花时间做成简报的 不要流于形式 因为很多开会真的就是流于形式 多少那种月会 周会 日会 大家都在滑手机 那就是浪费大家的声明啊 所以第二就是 条列是简化重点 不要为了做而做 而是单纯把你的重点列出来 把要讲的事情 要讨论的事情 很精准的名列下来 然后再用这些事情去做讨论 现在第三点关于说 开会总是开到天荒地牢吗 提升开会效率的秘诀就是三 知识的数据啊 应该要精减 你知道 开会就是我刚刚讲的 每天的那什么 日会啦 周会啊 月会 那些数字可能就在看KPI 看怎么点击率 看什么有的没的 这些数据变化跟走势 其实说实在的 每个人都有权限可以去看 每个人都可以去浏览 其实你每天都在盯着这些东西看 每个人打开自己的电脑 连上内网你也看得到 那为什么还在开会的时候 再重新拿来讲一次呢 重点不是这些数据 而是这些数据的背后 隐含着什么样的含义 而这些含义才是开会 提前你应该去融会贯通 去思考一下说 这些数据 在开会的时候 我要拿出来讨论的原因是什么 它背后的给我的感想 是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数据出现 或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走势 或是未来的发展可能是怎么样 而不是单纯拿出数据 是像个机器人 再念数字 然后再滑过去 就是PPT这样的简报 再滑过去 接下来是这样子 然后上个月对比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是一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大家都看得到 那个数据内容 你倒不如就直接把那个数据 就发给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 你只要讲重点 就是针对这个报告 跟这一份这次的开会内容 你觉得这个走势 这个数据变化 你的理解为何 你的观察为何 这个才是开会报告的重点 而不是单纯在念数字 那真的很多的会议 真的是流于一个在念数字 或在念一些 就是你知道 那个圆饼图什么这些的 那那些东西根本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讲什么 这些数字背后代表什么的含义 你是想要拿出来讨论的 那加第四点关于说 开会总是开到天荒地老 没有结果吗 提示生开会效率的会议秘诀呢 就是四 会议记录重点 讲到会议记录 我本身非常讨厌做会议记录 因为我个人觉得 以前我觉得非常的没有意义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说 论集会议记录呢 不是所谓的逐字稿 如果你的会议记录是逐字稿 真的是不用写 除非你是那种律师啊 就是你很在意那种每个字 每个脑 那个脑脑都要很精准 那当然就是要做出自告 但一般的会议没有那么的重要 不用浪费时间打字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会议记录呢 是要经过统整 真的不用浪费时间 在那边一个字一个字听打 好的会议记录呢 是要抓住会议的重点 跟条例就好了 就抓住大方向 我们这次开会 比方我们讨论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 我们的解决方案为何 我们接下来要怎样的执行 或者接下来可能 我们什么时候要再定个下个 就来审视说 这个东西有没有达成目标 这些东西呢 是值得被列下来的 因为我一有你把它记录下来 你才能够知道说 我下一次开会的时候 可以去浏览 我上一次开会的内容 我是否要达成 或是我们不会重复的讨论 或是我可以掌握会议的 就是卖动 就是我上次讨论到 把进度三分之一 接下来有没有 我们要不要达成这个目标 或是接下来的三分之二 要怎么做 这些就是为什么 会议记录重要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有可能 开会的时候 有不一定全部的 公司的人员都会到齐 所以你做会议记录 等于是 之后有些人没有出席的话 他如果后续 他想要知道你会议内容的话 他可以去翻这些会议重点 就不用再去看 那个热露灯的足迟稿 而且这些会议记录被留存下来 后续如果遇到一些整理 什么职责的分配 或是我们现在进度到哪 忘记了 就会去翻会议记录 那就有明确的时间轴 或是怎样分配 当初的就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 那那就不会 之后死无对证 那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第五关说 开会总是开到天荒地牢 没有结果吗 提升开会效率的会议秘诀呢 就是五 实现内一定要抓出结论 每一次开会一定要有个目的 你这个目的是要解决什么事情 或是要讨论什么事情 那你要紧扣着这个目的 跟知道说我这次开会的重点为何 这样才能够提升开会的品质跟效率 有这个大前提 你就得掌握说 我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讨论出 我们尾牙要跳什么舞 我们尾牙要穿什么衣服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抓住 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内 说我们今天就花半个小时来讨论 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小时内 要讨论出个结论 一定要明确的定出时间轴 跟我要讨论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跟目的 这样子会议就会非常的有效率 就是一定 即便你们是中间在那边闲聊一下 没关系 吃个下午茶 没关系 但至少在这个一个小时内 你要很明确的抓好实现 跟抓好个结论 那抓好一个我们这次开会的重点 一定就不会留于说 有时候开会就是 我们这一次 你也一间OK 我也一间OK 那我们下次再定下来好了 就会一直流标 然后或是一直没有任何的见地 你知道的 所以呢 除了那些制式的 就是什么 日会啊 就是简单的报告经验的工作流程 那种会议之外 就是带众的 什么周会啊 月会 是要有明确解决事情的会议的话呢 在事前 你在讨论之前 就是要先想好 你要讨论的内容 跟你到底要 什么样的结论 这些结论 你可能ABCD 三种可能 那这些东西先写下来 在这个小时之内 你就逼大家去把 这东西想出来 不要再等到下一次 因为下一次 有下一次的事情要解决 那赶快地找到共识 结论 或是推进 至少推进进度 如果真的没有结论 那至少要有所进度 你知道的 那这样才是真的有意义的会议形态 好了 今天就简单分享说 五个 开会总是开到没有结果吗 提升开会效率的 会议秘诀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了 关于今天的主题 你有任何意见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过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位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过去按一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会去看哦 好了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